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股市轻微下跌 幅度大约是0.7% 收盘在6620点左右 中国股市则轻微上涨 上证指数和深圳方面分别上涨大约0.6% 在欧美方面同样也有轻微的涨幅 英法德平均的幅度约为0.5%至0.8% 美国三大指数的涨幅约在0.2%至0.4%之间 那么幸运的是我们看到了在周六中美的谈判中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中美两国停止目前继续的加税行动 使得在周一今天开盘之前股市已经出现了盘外的跳空高开 另外黄金价格从1420美元因为利好消息也下调至目前的1390美元附近 油价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上周六中美谈判中到底说了些什么 好 无疑问的是在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整个世界都在关注周五至周日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 那我们的感觉在上周五就好像是自己压了一万块的筹码压在开大和开小上 看似这个五五开的赔率但是让我们是非常的胆战心惊 幸运的是开出来的结果和我们希望的是一样的 中美两国在上周六的谈判中达成了阶段性协议 虽然它不是最终版本但是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信心 首先我们来用官方的总结来看一下中美两国就经贸问题展开了磋商 最终是在本着友好和平等的条件下目前达成协议 美方不再对中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关税 而中美两国也将会重启新的贸易谈判 那么其实我们来总结一下两国在周六达成协议中 各自能够获得的一些什么 对于中方来说首先第一并没有加新的关税 第二华为获得条件可以继续购买美方的产品 第三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留学不会受到严格的审查 以及第四双方对于未来进一步阶段的贸易谈判 展开了各自表达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那么对美方来说的话 实质上他们目前从声明上来看到 他们能够得到的就是首先中方答应会购买大量的美方的农产品 除此之外的话并没有写在本次的声明中 但是从特朗普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于谈判的进程是感到非常满意 那么从他这个商人本质中 如果要让他感到满意 并且同意让华为继续购买美国的产品 肯定中方也要与之交换相应的很好的条件 也许这些条件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公布 但是我们相信已经写在了双方目前的谈判进程中 所以未来股市的进一步上涨 我们还需要看到中美两国谈判中 透露出来更多的利好消息 那么本次在周六的G20峰会上 双方达成的毫无疑问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我们希望在随后的时间能够看到更多好消息 很多朋友要问这一次的谈判 对于G20我们说到的股市和汇市会有什么影响呢 从今天开盘之前的情况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 虽然股市没有开盘 但是华尔街包括澳洲已经在盘外跳空高开 另外已经开盘的会市来说 像人民币 像澳元等等非美产品在7点钟之后都大幅的高开 黄金价格则出现了大幅下跌 这都说明了金融市场对于上周六的会议结果是感到非常满意的 虽然我们说到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但是至少我们觉得上周的会议能够给目前的牛市打上一针续命针 至于这个续命针效果有多久呢 我们暂时不知道 但是从上一次G20峰会之后所带来的牛市来看 我们希望它的持续时间能够在三至六个月左右 但是我们也知道从美方来看 他们未来对于美国特朗普来说 明年就是重新进入一个大选年了 所以他迫切的希望能够得到连任 因此中美如果能够达成协议 对于他的连任来说将会有一个很好的业绩 因此如果时间拖得越久 实际上对于中方是越有利的 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特朗普是一个商人 他希望得到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在未来的谈判中 他将会使用其他的方式来为美国争取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希望在未来当然是中美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而且时间是越快越好 那么这样一来不但对于我们金融市场来说 对于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也将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 所以总体来说在本周股市将会非常的好 会时方面非美货币将能够持续的上涨 那么黄金方面将会出现一个获利的回吐 因此大家可以根据目前自己仓位的实际情况 来做出一定的调整 以上就是GoMarkets本期的节目 欢迎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